这几天好多姐妹让我分享豆沙馅的做法 今天给剪出来了 虽然剪得有点敷衍 但是完整的制作过程还是有的 这是红豆 我没有提前泡水 就是直接红豆加三倍到四倍的清水 然后按煮饭键 有时间的话可以提前泡一个晚上 会煮得更快一点 看一下煮好就是这个样子 沙沙的 然后有完整的颗粒 带点汤汁 然后直接到了不沾锅 加猪油红糖麦芽糖 如果家里有桂花糖可以加一点 没有的话也可以不用加 再开中火不停的快速搅拌 稍微收干汤汁 这个过程也是很快的 熬了大概十分钟吧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像现在视频里面看到的一样 流动的还比较快 可以在中火熬五分钟差不多 最后炒到像我们视频里面 现在看到的一样 没有抱团 还有点湿湿黏黏的 就可以关火了 看着是湿湿黏黏的 但是放凉罩 它会变得比较干一点 凉了之后再搓团 一点都不黏手 看一下我今天做了这么多青团 300个 所有的豆沙馅 用的都是这个配方 喜欢可以收藏做起来 喜欢可以收藏做起来